要找的range指的是吧 某一个范围里面有没有那个老师的名字 所以有没有哪一个范围呢 那你要知道你要被找的 你要先被找的在哪里呢 被找的在这里 序则二 里面呢 有没有这些老师 那要找切回来 quiteria找谁呢 找这个老师 在要被找的里面 有没有 那找到之后呢 要加总的 一样在哪里呢 在研习时数嘛 所以时数在哪里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哪里呢 这一边 有没有 然后记得哦 游标再点到中间这一个 它就会切回来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要比的是跨工作表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工作表名称 加一个惊叹号 指的就是说 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这个范围 然后呢 要找的同一个工作表 它前面就没有工作表名称 另外 加总的 也会有工作表名称 那不过特别是因为等一下向下填满 所以哦 这个范围 跟这个范围 都不能够变动 因为一往下移 你不能说 三变 三变 四变 五 不行 所以按F4 然后把这底下这边也把它按F4 因为这个也是加总方也不能够跑掉 那能够跑掉是哪一个 中间这一个 因为它等一下向下填满的话 B3要变B4 B5 一直往下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老师在入门的研习 有没有参加呢 没有 那其他老师呢 往下填满 放开 李四远 他1.5个小时 这个没有 所以往下 你会发现呢 一下子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把入门 入门的哦 可是问题第二个 进阶怎么办 进阶 那你想说进阶跟入门的研习 比对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哦 呃 一样怎么样呢 其实你会发现方法好像都差不多 有没有 好像再做一次 再把它加起来不就好了 所以哦 应该懂了 因为这个第三次 跟第二次 方法一样啊 可是要把怎么两个相加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两 这个公式啊 不用重做了 直接然后复制一下 第二个 加 贴上 然后呢 把这边改一下 2改成什么 3嘛对哦 然后把16改成 因为刚刚删掉两个老师 所以应该是多少 16变成14嘛 对不对哦 那这边也改成14 其他还有这边 工作表改成第三个 那不就是等于是把进阶班的加在后面就好了 OK 这样没问题吧打勾 向下填满 做完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用三笔来做 还蛮 蛮快的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 没有问题吧 如果你要自己验证一下 你就找这个好了 陈 陈士杰 他应该 我看陈士杰 这个人三个小时 然后那第二次的话 陈士杰两个小时 所以加起来五个小时 还没错 OK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一下 基本上 用三笔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要记住就是说 选的时候呢 这个range指的是后面的哦 跟somerange指的是加种的 要判断的 跟要加 只有中间这个是什么 是这个老师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你利用三笔 其实也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要大量去加 某一个范围 到底某个条件 也没有成立的时候 诶 这个方式就蛮快的 也不用写什么样的程式 就可以很快的帮你 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但是 这个其实也不用写到程式 所以三笔 有时候如果说 你一些简单的工作 三笔很快就可以帮你解决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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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